当领导其实真的很好 当领导有这么一个好处 就是你在公司可以讲烂梗 你讲一个烂梗下面还是会哈哈大笑 而且随着我的职级越高 大家笑得越来越大声 我现在就明白为什么李丹那么好笑 关大一级笑死人 这个我现在最怕的就是我退休的那一天 哇 可能一个梗都不好笑了 当然了这个领导又领导的不容易啊 当了领导之后呢 同事们就不怎么带我玩了 我也问过 我说这帮演员说带领导一起玩 像团建 这个有领导在容易放不开 我说这个怎么会放不开呢 关于放开放不开的问题啊 我要讲三点 玩就要有玩的样子 不要有思想包袱 只要你肯努力就能放得开 阳光总在风雨后 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放开 这个最终呢 我们要做到当放则放 收放自如 要有意义的放 有原子的放 要放到实处啊 大家听完之后说 领导你能不能不要再放了 这个当然我也不容易啊 我也不是一出生就当领导的啊 我也在不断地学习 就像我们嘉宾说的一样 我们要学会向上管理 POA你的老板 对啊 我觉得有些事 就是要让老板觉得啊 都是他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董事长啊 老叶啊 经常来我们的读稿会啊 指指点点 对段子提出一些 非常无理的要求 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啊 我有次就受不了老叶了 我说你会写你写 他就出去写了啊 发现不会啊 然后他就不来读稿会了 当然了 这招对我的下属就没有用 我跟他们说 你会演你演 他们就去演了啊 发现自己好会演 越演越红 甚至有个人 都演成了气愤大王 最近当了领导呢 还有一个烦恼 就是徐志胜 志胜太会拍马屁了 拍得太好了 太舒服了 跟他一块出去录节目 都是 诚哥可不可 诚哥饿不饿 诚哥你先别出去 我先去打探打探 你再耍会儿大牌 有时候我觉得当领导很难 不是领导不坚定 是糖衣炮弹太甜了 我现在最庆幸的就是 还好志胜是个男的 其实当了领导之后 发现呢 员工有难处 领导也有难处啊 我这句不是在为领导辩解 我是在为自己辩解 比如说领导就没有资格 表达负面情绪 否则军心就乱了 对吧 你想象一下 两军对峙 大战在即 刘备深夜发了条朋友圈 毁灭吧 累了 这谁还想打仗 对吧 先帝创业未办 而终道一谋 他扭头一看 哎呀 张飞也躺平了 关羽也摆烂了 诸葛亮一看 能打的都放弃了 年终奖也没戏了 算了 我去给司马懿当小弟了